等渔季结束之后 各部落滩头再度活络起来 一位一年一度的海峡杯 传统划船竞技赛 7月5号将在红头部落滩头举行 参加划传统独木舟比赛的族人 把握最后时间下海练习 希望争取最好成绩 除了练习之外 渔人部落滩头可以看到 昨天忙着用器具整修自己的船 甚至贴心插拭独木舟 希望成为当天的亮点 蓝宇连续几天艳阳高照 搭起帐篷作为简易工作场所 眼前这艘传统食人拼板舟 才刚建造完成 将要在7月5号 蓝宇相公所举办的 全岛滑船比赛大展身手 所以仔细检查每个掌舵的坚硬度 希望大船当天 不会发生任何差错 比赛的时候 当然有的阿巴达 都要用那个比较比阿巴达 不能用球的 不过那时候 我们要用的比赛 比赛 我们也要用一次 不过那时候 就要用的比赛 孙解释每个船员都会准备两支奖以上 以备不时之需 距离比赛剩下不到几天 部落年轻人把握时间将船只好好整修一番 而部落齐老也在一旁检查 并提供多年华独木舟的技巧 跟船只传统知识经验给年轻人 希望他们当天可以放心地参加这场 传统华船竞技比赛 记者综合报道